哈囉大家好 我是雷雷 木蘭又要代賦從軍了呀 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都很熟悉木蘭師這個了吧 或者是說你應該也聽過 或者是知道木蘭這個人吧 那麼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來看這次的這個 古董商演藝之星的紫皮木蘭的海報囉 OK 首先是頭上呢 有插一個髮毯 然後讓頭髮豎起來 就是顯得非常帥氣呀 然後這個表情希望也是 應該也是會這樣啦 因為他本來就是 那本來就是這種表情嘛 對嗎 然後身上穿的這個盔甲 盔甲綠色盔甲 還有帶一個 就是這種古代古代那種 作戰的盔甲 然後手拿著這個是刺刀嗎 是刺刀還是什麼的武器 反正就是蠻常見的啦 那周圍呢還有一 還有兩隻小白兔在那裡亂跳 然後後面還有帶 帶一點這個 雪 帶一個雪在那邊飄 為這個 煞氣爛爛的木蘭呢 添加了一點可愛的趣味啊 然後呢 對 細節大概就是這樣 呃 紫皮特效的話 沒有意外就是這些 你們我們可以看到的 這些兔子雪 還有一些藍色 藍色的那個流光特效了 那麼整體上來看呢 應該是 呃 對監管來說呢 可能 要加油一點了 準備要來大 也不是大開殺戒就是 要 要來出征了好不好 因為這次出征的地點是那個 那個 那個 歐地利 歐地利斯莊園嘛 啊 但是這個莊園很多地圖 他可能要環繞四周內吼 啊 反正呢 我們到時候還是一樣 先看三世圖 然後再看內陸實戰特效 實戰的一些結果啦 最終呢 還是得歸咎於那個 最終還是得歸咎於建築師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個海報呢 就到這邊啦 那我們就期待他的三世圖 以及內陸吧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